曲名 李永霸的音樂 因為我們在研究上會認為說 把生氣分成五期 比較能夠控制我們的怒氣 前幾天吧 剛好我們工作室門口一出來 就有人有一堆狗死在那邊 那我的氣大概2.5吧 惡就是可能有點煩 那再來是我們一般會以為事件導致情緒 事實上常常是中間 從事件到情緒之間還有一個想法 那我們是怎麼詮釋這件事件 假設出門就看到狗屎 這是一個事件 那這個事件呢 它可以有兩種想法 假設我們試著腦力激盪一下 第一個想法是沒功德性 因為有狗屎你可能要處理 那再來第二個 像我會反省我現在擔心的是什麼事 所以我會為了這種事而擔心 為了小事而擔心 其實是幸福 就簡單來講我擔心的事其實不是什麼大事 那我會稍微平靜一點點 我會真的就到幸福 這樣就平靜一點點 我其實像出門的時候啊 有時候我不太注意腳下 就會可能不小心踩到東西 所以一看到狗屎 那我可能會想成它提醒我 注意地上的東西 那我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覺得還好 幸好 所以有一種叫 慶幸